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要专注在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上 而比你闲的人最不缺的就是时间和精力 和这样的人纠缠只会消耗你的能量 徒增你的遗憾 真正有智慧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 那就是永远别惹比你闲的人 和太闲的人交往会让你失去斗志 美国洛杉矶大学医学院的心理学家加里斯梅尔 做过一个实验 他让一个乐观开朗的人 与一个郁郁寡欢的人同处一室 结果不到半小时 这个原本乐观开朗的人也开始唉声叹气起来 他又通过进一步的实验表明 只需二十分钟 不良情绪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传染给别人 这就是情绪传染 简单来说就是 人与人的情绪是会被传染的 尤其是负面情绪 就像病毒一样 具有很强的杀伤力和传染性 和这样充满负面情绪的人交往 哪怕你再积极向上 也会变得消极低沉 对生活失去向往 看过一个网友的求助 他说他是一个高三考生 想努力考上大学 但他的成绩太差 再加上身边的人都不学习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底子不好 他对自己的期望是 努力考上个二本 可身边的同学都不爱学习 整天无所事事 上课 看闲书 睡觉 聊天 周围的环境以及学习氛围 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慢慢消磨掉他对学习的热情 让他变得麻木 变得不再有动力和斗志 逐渐沦为不思进取 得过且过的一类人 蔡根坛中说 人生太闲 则别念且生 人一旦闲下来 无所事事 就会滋生各种负面情绪 也很容易变得堕落 和这样的人交往 我们会慢慢被同化 变得失去斗志 失去目标和梦想 对生活不再有追求 对人生不再有奢望 最终 沦为自己所讨厌的那种人 每个人 都是有能量值的 如果你总是从他人那里 吸收负面情绪 那么你也会成为一个 负能量满满的人 要想成为一个正能量的人 应该先从远离负能量的人做起 远离比你闲的人 主动靠近积极阳光正能量的人 你的人生也会豁然开朗起来 和太闲的人较劲 你永远都是输家 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 匿名网友说 他在某单位上班 工作有两年之久 其中有个同事 不干活经常摸鱼 为人自私自利 有问题就甩别人身上 而且还超爱撒谎 跟领导说话一套 跟其他同事说话又是另一套 周围同事知道 他什么样的工作态度 对他敬而远之 但网友不是那种老好人 更不想惯着他 有一次在领导面前 指出了他的问题 就这样 被那位同事记恨上了 在注重表面关系的单位里 那位同事变着发的恶心人 让网友不堪其扰 听过一个词 叫耗散定律 意思是 一场掐架的耗散律 决定于双方的时间消耗 通俗的解释就是 一场掐架最终的胜负 往往取决于 谁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闲人最不缺的就是时间 和这样的人较劲 只会得不偿失 白白耗费自己的精力 古人常说 心闲生于事 人闲生是非 太闲的人会有两个显著的特征 给自己找事 给别人找事 给自己找事暂且不谈 给别人找事表现在 搬弄是非 多管闲事 挑拨离间 小题大做等等 他们有的是时间和精力 把负面情绪放大 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处处针对你 耗着你 而你 根本斗不过一个 无所事事的人 与其和比你闲的人较劲 不如选择认怂 及时远离 低头认怂 不是懦弱无能 而是为了更好地保全自己 远离闲人 也就远离了是非 远离了消耗你的人或事 活在这人世间 我们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去做 有爱的人要去守护 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 不值得浪费在 与烂人烂事的纠缠上 永远别惹比你闲的人 白岩松曾说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 并非生活过于刻薄 而是我们太容易 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 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 对比你闲的人来说 他们的时间 是用来打发和虚度的 而你的时间呢 是从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中 费劲挤出来的 和太闲的人在一起 只是在空耗你的时间 徒增你的烦扰 一个真正有想法 想成事的人 不会去惹太闲的人 也不会让太闲的人 影响我们的节奏 打乱我们的生活 自媒体作家 铁木君刚创业的时候 有个生意上的伙伴 特别喜欢喝酒 经常隔三差五 约他出来 可他每天 还有很多事要做 但架不住 一个接一个的电话 只能硬着头皮赴约 然后和一群人一起 喝酒烧烤 聊天吹水 过了两天 那个生意上的伙伴 又约他 这次又换了一拨人 搞了几次之后 他实在扛不住了 手机一响就会害怕 只能跟这个伙伴说 有事帮忙找我 聚会最近就不去了 商业咨询顾问刘润 在《五分钟商学院》中提到 时间成本这个概念 时间成本 就是这个时间 如果用于做别的事情 你可以获得的收益 不仅仅是时间 我们的社交 经历 感情等 都是有成本的 毕竟 每个人的时间和精力 都是有限的 所以才要将精力 留给更重要的人 将时间 花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 一个有智慧的人 不会去惹太闲的人 不会让无用的社交 消耗自己 更不会让不值得的人 或是困住自己 他们懂得 专注于自身 懂得与闲人保持距离 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 投入到更重要的人 或事中 努力投资自己 成就更好的自己 给时间以生命 让生命更美好 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中 有这样一句台词 人呀 不能太闲 得有事做 既能排油解闷 关键时刻 还能助自己一臂之力 不至于没了依靠 就倒下 走不动路 人是不能太闲的 一闲就容易多想 容易空虚和无聊 找不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在尽量不招惹 太闲的人同时 也要努力让自己 不成为一个闲人 朋友在智不在量 结交两三个 志同道合的好友 互相监督 共同进步 合理分配时间 减少外界的干扰 投资自己 专注于自己热爱的事情 远离烂人烂事 努力提升自己 跳出不舒服的圈子 在前行中 吸引同贫的人 好了 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文章 就和你分享到这里 让我们都能远离闲人 笑对朝阳 好好生活 好好发光 好好活出 自己的精彩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